去年让大小朋友玩风的新月水道节 今年再度登场 去年的新月桥自行车道 变身为大型滑水道是大获好评 而今年特别打造了飞天咕噜象 长达135公尺的橡笔子 化身为滑水道 另外还设置了8项的水路设施 清凉消暑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29号 从大象头部快速冲下来 享受刺激感 2018新月水道节来了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能来消暑 咕噜象是2018新月水道节的吉祥物 那新美市政府首创的 就是把自行车的牵引道变成滑水道 那可以看到后面的滑水道里面 那目前我们总长度呢 光坡面的部分就已经有135公尺了 除了有大象滑水道 还有油胖绿蛙小菜鸟跟蝴蝶等生态朋友 变身而成的五项水上设施 以及两个路上设施可以玩乐 除此之外活动现场还有草地 也很适合野餐 新月水道节内容丰富 要欢迎民众西家带卷一起享受 夏天的美好 记者发展赶紧去新装 从不到 乔